我们推广素食 然后来麻烦菩萨 帮我们签个名连鼠一下感恩 延续世界书醒日的推速行动 苏州慈禧之宫 利用新春假期 持续在园区里号召 这对双胞胎小姐妹率先响应 我很喜欢小动物 素食可以让小动物们 更好的生活 吃素可以拯救地球 让我们一直生活下去 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 为了抓住民众的胃 负责长厨的志工育幼方 天天都得变化彩色 他希望透过料理 让大家懂得不生 这叫嘴巴里放生 这功德比任何人大 每天都有100多人吃饭 那么这些人的放生 如果他们一等不出婚 那么这个放生有多大 本来就是很单调 在家里做素食 又不会做 就满满糊糊吃 现在这样 我们可以以后在家里 也可以这样 我用大饼去做披萨 我们用披萨 志工的用心 让慈祭苏州园区 在新春期间 日日都人生鼎沸 一位来自南京的餐馆老板 甚至想把自己店里卖的 全都改为素食 真的很意外 想不到素食也能做得这么美味 谁说过年一定要吃山珍海味 简单的蔬食 不止营养满分 也饱含了对地球满满的爱 大家新闻 这是美之工朱盛伟 顾浩 郭义军 江苏宝